拖著行李抵達桃園機場報到櫃台 日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开放11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生可申请入台 26号是首批境外生入境 一共来自5校8个人 分属于中央大学 动物大学及台南应用科大等学校 学生一踏上台湾就表达感谢 感谢学校这么的协助我们 一进到机场就有一套标准程序 教育部也在桃園机场设置单一报到櫃台协助 避免境外生四散造成防疫破口 学生一下飞机基本上就会由机场的检疫人员 帮他做过滤 看有没有发烧 有没有症状 那之后才通关 通关之后领取行李出来 我们报到会台 那就会确认完身份 我们会先到旁边请他先暂时在那边等候 我们会一批一批的带着同学到左侧 这边的防疫车队 靖卫生搭乘机场防疫车队或学校防疫专车 接着就是前往防疫旅馆居家检疫十四天 而教育部统计截至二十六号为止 已核准各校提出的入境名册人数 共有六十二人 原始新闻解雇 雪家荣 桃园大园采访报道